大于等于60 pass 否则就no pass 所以以这个来看 我read 一个number 你告诉我 我用less than 就是小于60的话 这个变数的内容 你加双引号一般也可以 也可以尽量加双引号 no pass 所以呢这个 你也可以你看到程式这样 就是另外我也可以改成 就是 你直接 no pass 他就直接结束了 我是pass no pass 那这里头是说 我告诉你 这边只告诉你说没通过 我这边是没通过或者通过 这里头都可以去测 那现在呢我们 if then and if 那还有一个叫else 对不对 实际上他允许你再凹下去 就中间再切 else if then 也就说你可以呢 一直切一直切一直切 怎么切呢 他等于是if 这条件可以 anonatron then去执行一段 用else if 又是条件式 又then 又去执行一段 剩下的 第三段 所以有可能是 这一段或这一段或这一段 那刚才你只是切两段 60分通过跟不通过 我们现在如果要这样切呢 我这里头 一刀 切下去 如果 小于60分的就不及格 那既然小于60分叫不及格 剩下就是大于60分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切一段 在大于60分的时候 我再拦截 再判断 有没有大 小于80的 如果小于80的又成立了 否则的话 就是最前段 所以我现在想做小于60的 是哪一段 小于80的是一段 我先示范一次 各位弄完之后 待会再继续下去再切了 也就说 我原先小于60 以这个来接 方向要一致哦 你小于60成立的话 那它就是 低等级的嘛 所以我60这边再切个80 再小于80成立的话 它就变C了 再往下切 成立的话就是80以上的 就是B等级 所以剩下的就B等级 所以一段 一段 一段 所以我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我用这个来切 切一段 比它 小的 是这一段 成立的 就往上 再切 所以 大于 等于小于这边 你自己要判算清楚 你要看你怎么切 切一段 剩下的 再切 所以各位自己试试看 我切三段 用这种语法 OK了 听懂了 或看懂了 或者是整个做一遍 没问题的时候呢 你打一个 77 就表示你OK了 最好试一下 所以我分数可以切很多段 来分ABCD等 那现在各位只是BCD 待会你要自己 先把这个做好之后 我们先示范一次给你看 你继续再切 切成 ABCD 那我现在就有BCD 所以这种 程式的写法 是二分法写法 等于切一段 又再 切一段 所以一刀下去分两段 左半边 右半边 那你在切的时候 切好一段之后 另外就朝同一个方向 一直往上切 大于等于小于等 不要弄清楚 老师 有 如果是用大于等于去写 大于等于去写的话 是要反过 数字是要反过 对 看你是从哪边切 90开始切吗 我一样是60 80 可是我当时用大于等于打完 你如果用大于等于打完的话 因为你的 你大于60 成立的时候 就是 剩下的都是小于 你懂意思 所以你刚开始 因为我是小于等于是以60来切 那61切之后是 小于等于60的话呢 他已经是成立的时候已经在 小于等于的 就不成立 就是不及格那一段 那剩下才是及格那一段再继续切 可是如果说你是大于等于60来切的话呢 他成立了 那你接下来不成立你要切只能在不及格那边继续往下切 你懂意思 那所以如果你要用大于等于的话你就反过来要大于等于80 好我懂了 好我们切下去 你的方向要一致 可是呢他是一直往上切下去 所以方向要对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都可以 因为我们是先用这个希望 做到切到90 本来是希望你们自己反过来切 从90切回来 现在先练习小于等 老师那个 如果我想要呈现就是他分数 他分数填在零分以下以及100分以上是呈现就是错误的话 那要怎么去 写 你是说 他的分数是介于 比零小或什么样是不是 你先判断 对 那所以你是先判断他的值有没有超过多少 如果有超过零 以上你就 做一些讯息 然后呢 这程式叫结束还是不结束 然后结束的话你可以有一个 你可以end有个ESIT有没有 就跳转 那因为现在还没有教你回圈 就是说还没有叫你说再从头来问一次 所以你现在只能很简单的判断是说 如果超过100分的 那你如果说这个数字 我请你输入 0到100的 结果你故意跟我找查 我就跳走了 不理你了 所以你的程式可以先做一个过滤 就是说他的分数如果比100大 或比零小 比零还小 好那这时候你就不理他了 就跳程式就结束了 就是你说 出现一个讯息说 你 你不按规矩完 我程式结束了 那如果 他都照这个分数是在你的0到100之间的 你才去做这个判断再出现对应的讯息 了解 所以我们不是有一幅就可以一直一直过滤过滤 过滤到你要了再去判断出什么等 目前你是这样做 OK 等后面有回圈的时候你就可以绕过去 所以做好了打一个77 7 那这种交过你的语句 你就是 会善用 就像刚刚你 有人想到说 我要怎么裁 怎么切 还要考虑到100分 这就对了 就表示了你没有进入状况 就是你写程式的时候 有很多的条件 跟讯息 你要考虑的 比较仔细周到 这种就是防呆机制 有经验的人 他写程式 就是越防呆 就是 很多的使用者都不按牌里出牌 你不要照你所想的 反正就是100分以内 人家就会打100分以内 偏偏人家就打个 打错字可以吧 100分打成100 1000分 多个零 很可能嘛 所以你就要去做判断 那免得你的城市 一下就被 被人家 出包了 所以越有经验的人 其实 他的城市是学的越谨慎 考虑的是越周详 那做到就比较能防呆了 那如果都没有想 想到那么多的话就表示经验不足 很多东西都是等发生之后再来弥补 那就是用你的错误 然后呢 别人来忍受痛苦 所以只要打英文字母 就要考虑到大小型 那请他输入数字 就要考虑范围 有没有在范围内 好 那现在目前我们 会用的if else 那只是在训练各位的逻辑 那这四段里头呢 我如果以这段一切 我说60 60一切是小于等于60 那我成立的嘛 小于等于60我就要秀说他是低等级 可是唯一小于60之上的大于他的 就是 以上 以上成立的我再继续再切第二段 就是80 小于等于80就是60到80之间 那剩下的又是往上飞啦 就称分数更高 就是在切90的 90就是这一段成立的是这段剩下就这一段 啊 所以如果 你是要反过来切你说 我大于等于90的就是A等级啦 那剩下的就不成立的就是在90以下啦 那90以下我是不是要再切一个 80 那成立的话就是这一段啊 那在80在大于等于80以上呢 就以下的呢 就这里不成立的就又往这边切啦 那成立的 不成立又往这边切了 所以你的方向要一致 然后 这边大于等于小于等于你要确定 好不好 所以各位麻烦 这边我要多个A等级 你刚才已经做到这边了 现在我变四段 看可不可以反应的过来 那如果你 今天行有余力 你觉得说这样子蛮好玩的 我就尝试用大于等于来这边开始切 看你转的过来转不过来 那各位先把刚才那 刚才的改成变四的份 没问题的就打88 发发 喔有的发发发发 很好 那这个 不要做的有的人说 哎呀我实在绕不出来 像是切我的头痛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还有一个命令 就是多重判断 就是你现在 我只是在训练各位逻辑 就是 你这样子切是二分法切啦 那实际上 一般的程式都会有允许你呢 就说好状况一 状况二 状况三 状况四 状况五 就直接给他了 然后就按照状况一去判断 状况二去判断 状况三去判断状况四 就结束了 就比较单纯 而且写法就更简单了 不要这样 那可是如果说你用if andif elseif的话 那时候脑筋要很清楚 因为你两段两段在切 然后就像刚刚讲的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有时候绕不出来 这样子就很辛苦 所以绕不出来也不用担心 就是 后面有一个命令 直接就给你排好了 切切就结束了 所以 写程式 看你 可是呢 有的人就很习惯 就用这种二分法一直切 那程式你要看得懂 比如说到时候人家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看了傻了 判断不出来 所以主要是先跟你了解 有这个命令语法 然后呢 你懂得怎么切 方向要会切 这样就没问题了 那语句语法懂 比较重要 那至于说切不出来 我后面还有一个命令让你 很方便就切出来 所以不用担心 现在只是在训练逻辑 所以我这里呢 是 一样 我说先切 60的 80的C等级 那剩下90的 就是B等级 其他的 就是L 就是A等级 好 我刚才又传了一个档案给你们 麻烦你们开一下 在 LINE里头 有个第7的档 好 我们 有 如果有拿到档案的 写个1好吧 表示你能够收到了 不写1的表示你根本没去收档案 因为我们上课希望你们 这个学的 第一 能吸收 又能够很快的吸收 所以我们讲义的画面都帮你抓起来了 所以我们制作讲义比较辛苦 你们现在学习起来 只要这样复习会快一点 好 那这里头 如果他本身是个空置串 空置串就是 两个双引号中间内没有内容 就是空的 所以我判断他是不是空置串也就可以用等号去比 就说 这个 AA 等不等于空置串 不等于 然后呢 空的 这是空置串 等不等于空置串 是等于 那刚才我们已经有提到的 就是我写一支程式 这支程式的党名 我们其实就有个代号叫前号0 然后呢 后面所传的参数 就是前号1 前号2 前号3 前号4 所有的个数 你到底有几个参数 个数 就是 警号 前号警号 他所有的内容 全部出现 就是 小老鼠 那 全部出现也可以用这个符号 也可以用这个 前号 信号 信号 跟这个意思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到一堆的钱 各位就要见钱眼开 见钱就息 会发 所以 钱号问号 钱号0123 代表党名参数 然后呢 全部的内容 实体内容 这是个数 这两个意思一样 信号 通通 所以这支城市呢 我现在呢 如果我写了一支城市 那麻烦各位呢 这支城市呢 待会练习一下 那我们 做一次 你这边照着做 你就会了解意思 第一个 我这支城市里头呢 我 打了 echo script name 就是 这个 城市的名字 是不是0 钱号0嘛 我加双引号的话呢 这个 是不是带出他的城市内容 就是档案名称 那这个双引号呢 代表 我的第一个参数 argument 单参数 然后第一个是什么 然后第2个参数 第3个参数 然后我总共有什么参数 几个参数 然后这个value of command line argument 就说 这个 总共有 多少 个参数 这些参数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全部呢 因为你这个 这个 是 斜线 就是等于是 这个 前号没作用 然后呢 你这边就出现 所有的参数的内容 然后呢 这也是出现 所有的参数内容 那各位看 我写城市的时候这样写哦 我假设这支城市的党名 叫做 argument 01 就这支城市 好 这时候呢 我如果 我点 去执行他的时候 我执行这支城市 这支城市我后面 故意打个 AA BB CC 好 那这时候你看哦 你的党名是不是他 所以 是不是就代表前号0 前号0进来的时候呢 他是不是出现党名 所以 这个呈现的就是argument 01 那我这个 控一格AA就参数 的内容 叫AA 那是不是AA就带到 第1个 所以他是AA 第2个 是不是BB 第3个 是不是CC 那你总共有几个参数 123 用控格格开的 至于他怎么应用 我们 后面会讲 你写城市就会用到 我只是先介绍你语法 然后这边就告诉你有3个 那有3个 那这整个告诉你说 这个里头 总共他的职叫 AABBCC 我们刚刚讲的前号 这个两个意思一样 那他这个是要为了 出现这个讯息让你看 他说 这个钱 可是钱是有特殊用途的 所以我是不要跳脱告诉他 然后接下来他就照出现 然后重点是要后面的内容 这个内容 我的所有的参数 AABBCC都出现 那我总共有3个 然后个别的 党名 好 各位自己输入看 如果你选这个 姿态长 你就打112 01 020304 这样代表11就可以了 重点 你整个执行一次 你就很清楚了 麻烦各位 试 做一下 这个耳后我们写城市 这种技巧常会用到 各位先熟悉他的语法 所以你整个练习没问题 过关了你就打个PASS PASS 所以这里头有运用到的技巧 是说 你要显示一些讯息 有钱号的时候 你就要用 跳脱符号才会出现 所以这种老外他常常要用英文来呈现的时候 他那种跳脱符号就用的比较凶 那我们因为大部分都是双引号都用中文 所以就还好 然后各位今天已经学会了钱号0123 那参数 如果 你的参数没有对应到的会是什么 你可以试试看 他现在只有三个参数 那你变成AB AABBCCDD看看会怎样 或者你直接打AABB 没有CC 他的那个钱号3会是怎样 去测测看 待会我问你们 你的心得是什么 我老师说 左边那一串打完之后是 要 做什么 如果直接打右边的那个 ARG 00那个会显示没有 不是 所以我有同一个吗 不是你左边是程式 所以他 钱号 金探号 这个是一个程式对不对 然后这里头这个叫注解 你可以不打 那ACO就秀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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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是一个程式 那程式你要去执行的话 当然这个 Change More 你要自己设好 你的档名自己去设 那我的档案名称 我叫Argum001 ARG01 所以你的 Narrow就要叫 ARG01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Change More加X ARG01 你就可以去点 就去执行 那执行你这程式的内容是这个 那因为我这边对应的就是 对应就抓 你这边后面打什么他就是什么 了解 好 这个的用法 你们先知道 要用到哪里 以后你就会知道 还不急 那主要是告诉你 这个 你的档案名称 跟后面要传的值 那如果你没有值 他怎么办呢 他就当空字串了 所以你 冒号后面会没内容 我已经告诉你答案 你试试看 验证看看 所以你后面传参数 AABBCC是有三个参数 他的程式里头是有写 0123 可是我只有给他两个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给他两个的时候 他秀出来的内容 第3的那个前号3 就是空字串 那你给他4个可以不可以 也可以啊 那可是他只秀了前号1前号2前号3 没有秀前号4 可是他的 总个数 会是4个 所以各位这样试 就是你 输入好之后 你去传参数 传几个 你有几个他就秀出来几个 没有的 他对应不到的 就是空字串 那你 比他的要显示的多 那他的个数还是对的 然后他 显示出所有的内容也是对的 前号 跟前号 小老鼠 意思是一样 就把你的参数列出来 中间会空一个 这种程式的写法 就比较厉害 什么叫厉害呢 就是我执行的时候 才赋予他值 对 人家程式看不懂啊 直接看到你的程式他就看不懂 这什么钱到一钱到一钱到一钱都去抓东西我怎么看得懂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直接输入 有个好处就很活 这边都是全部传过来 到时候再给他值 所以我们写程式常 常用的就会把他固定起来 然后到时候 参数 赋予他的时候就要活起来了 随着你给他什么 他就是不同的内容 像我给你的讲义 其实你也可以很快的 给他 选取 Ctrl C 就是复制 然后呢 你到你的Narrow那边 按右键 就是贴上 如果说你 自打的实在太慢了 怕跟不上 你就用我这一招 把我的程式框起来 然后呢 Ctrl C 就 快捷键 就是相当于你的复制 然后Ctrl V 一般我们都 Ctrl V 贴上 可是你在Narrow的时候是按右键 游标移到你 什么地方 按右键 他就把 剪贴簿的就贴上来 所以同样的 你 Narrow里头的内容 像这边都是叫echo 有没有 那你也可以把那个 第一列echo 输入完之后 你就把它mark起来 按个Enter的时候 你再下一列 游标在下一列的时候 你再 按右键 也可以 他就会复制了 所以各位呢 上课的时候要懂得善用 我们已经给你了 你去了解 去试 知道哦 原来这样子的结果 会是这样 了解那个命令的意思 那我是希望各位呢 因为各位现在都有助教 我们助教的功力都很高 那他希望 希望各位练习的时候就不是copy pass 你只会copy pass 没有用 因为命令没记到你脑海里 最好是你练习的时候呢 直接 用首刻的 一个字一个字去打 所以我们给你的练习 你在课堂上你做都没问题 或者你是copy pass来的 也都没问题 最主要先要懂 然后接下来什么叫会 记到你脑海里打得出来就要会 所以你们 回去之后练习的时候呢 就 直接把根据我的练习 一练习二那个顺序 看了题目 不看答案 可以 打出来 就表示你吸收了 那如果打一半 实在打不出来没关系 偷偷瞄一眼 好再继续打 多做几次 你就背下来了 然后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出现了就 Change mode 没设 那你就看到他permission 出现的讯息 就知道 忘了设 要跟这个 电脑呢 好像在互动 他告诉你的讯息 你要看得懂 哦这个提醒你 要什么 你再把他改一改 他出现错误讯息 你看了哦 是我又漏了什么 我又到我的城市里头去找 这样子对应几次之后 你就会熟悉了 那常常哪些命令该控格 不控格该什么 被抄了几次之后 你以后就很自然了 就知道要控格了 不要只是会copy pass copy pass那是我的不是你的 你一定要把他 自己寄到脑海里 然后呢 人家叫你写程式的时候 你就不择地 皆可出 直接就 选了就做了 选了就做了 有没有释出 你的参数 过少 或过多 是不是我讲的控制串 我找个人来互动呢 有一位叫做 乌奇 乌移繁还是乌奇繁 不好意思 零移街的移 乌移棚 一棚 对不起 移棚 请教一下 你试的结果是 假设 我的参数 个数 比较少 假设我今天 我的参数只传 两个的话 那他的警号三会 那个 第三个 前号三会是出现什么 知道我的题目吗 一帆 一棚 有有有 有 有听到 那我的题目 知道意思吗 就是我 我这边是 argument01 对不对 那我argument01 如果我只传 AA 控格 BB 我CC 没有 所以他到时候的 前号三 会出现的是什么 就是 我原来会有CC 现在 那个CC 那个他会出现什么 空 空的吗 对 空字串 好 那如果我 我后面传的参数 是AA 控格BB 控格CC 控格DD 控格11 请问他前号 警号那个会出现多少 ABCDE 陈冠伦 你来回答 有 我刚才讲的题目是说 我如果档案后面我传 AA 控格BB 控格CC 我就加上 控格DD 控格11 等于有五个 五个参数 请问你 我 那个 程式里头不是有前号0 前号1 前号2 前号3 还有前号警号 它会出现多少 AA 控格BB 控格CC 控格DD 控格11 不对 不对 你前号警号出现的是 总个数 所以会出现 5 ABCDE 是不是五个 那你刚才讲的 AABBCDDDD11是 前号 新号跟前号小老鼠 会出现它的内容 懂吗 所以这几个要注意 就是 一般我们 写程式 我程式里头 还可能有程式 所以各位想 我今天这个程式 我传了一些参数 过去给人家 可是我在另外一个程式 我在抓这个程式的时候 我要知道这个程式 到底有几个参数啊 我要回圈判断几次啊 所以这时候就会需要 知道它的总个数 然后呢 再去判断再来处理 所以 各位现在我们是很单纯的单一的程式 所以你会觉得说 干嘛 干嘛 传两个又传五个干什么 那你还没有 找到它的应用 所以还不知道 没关系 你只知道说 0 就是档案名称 1234 就是看几个参数 那警号就 总个数 然后星号跟小老鼠就会把它的内容呈现 好吧 好 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那我再讲一个 那各位呢 回去好好消化一下 这个 Shift1跟Shift 等于干嘛呢 就等于 丢弃第一个参数 就好像各位 各位这样想 这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 那这三个参数 这里是一个悬崖 结果呢 那个司令 很过分 下指令 前进一步 然后那个 做军人呢 只能 听这个 所有部队向前走 一步 一走的时候 这个人一往 就悬崖掉下去了 就没了 剩下他就跑第一个 对不对 那又是向前走 又一步又死了 要剩下一个 所以呢 这里有一个叫做 Shift Shift 你只要做一次Shift 就是 往前走 就死一个了 再往前走 就第二个 依此类推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 一个Shift的话 就一对 就等于 平移了 平移过去了 2变1 3变2 依此类推 所以你看喔 我这里头有 1 2 3 对不对 我有三个 那我三个里头 我这里头呢 到时候秀出来 执行的时候呢 这里头 我执行他 后面没有参数 对不对 那没有参数 他就空之串 空之串 空之串 结果他目前呢 没有参数就是0 没有参数 通通的参数 叫空的 就是空的 那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做一个Shift动作 这是 注解嘛 我做过一个Shift动作 很可爱喔 2变1 1变2 2变3 都会都 都调整 那你现在做这个没感觉 因为你这个东西 你后面没参数 可是你这里头摆一个Shift 那我看下一个 我这时候呢 我摆三个参数 A B C 然后呢 我的参数有123 对不对 所以我执行到这一段的时候 A B C 是不是对一方呢 然后他有几个参数 三个嘛 然后他总的内容是ABC 是不是出来啦 结果做一个Shift动作 Shift 哇 这个人 往前跑 死一个 剩下就是BC了 所以他的前号1就变成B 前号2就变成C 好 那前号仅号 又干嘛呢 又告诉你有几个 只剩下两个 因为这个已经往生了 只剩下两个了 有没有 然后呢 全部只剩下B跟C 这要干嘛呢 这一般我们在写程式 尤其叫你写密码 有没有 我故意摆几个参数 每做过一次我就Shift一次 我的这个密码到底是他还是他还是他 一一就 用过了就跑掉 用过就跑掉 用过跑掉 到时候比对了就知道是哪一个 了解 所以 这种做法大部分都是要长了 有些长一些密码要做一些动作 就故意 把程式写的让你感觉看不懂 然后呢 这些感觉 看起来很简单 很这个对应嘛 一看就知道了 就你们Shift几次 就死了几次 到底用哪一个你哪搞得清楚 对不对 甚至你再变成一个参数 写个1就Shift几次 写个2就Shift几次 都可以 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Shift 把它平移 那这里头呢两个Shift Shift 这里头Shift 两个参数 啊我两个参数 所以我两个参数这个没有就控制穿 然后呢我这里头 2有两个 Shift一次 他就变一个 有没有 B就 A死了生B 都没了 只剩下一个 好依此类推 那如果这边呢 一样我只有一个参数 一个参数 1 这就控制穿 然后呢他只有一个 还有一个还不过瘾 你再Shift一下 通通 空空空 他是零个 OK 所以呢 没有问题的话 各位 做做看 我执行程式的时候 才给他命 对不对 你各位刚才已经会做过程式是说 我给他 2345 你就直接在2345去判断 现在不是哦 我的程式是活的哦 密码是我执行的时候才去给哦 给的时候对方在输入的时候才去比对哦 哦 可不可以做成像这样子的程式 那各位回去 考虑考虑 那我们 今天呢 就 讲到这里 那重点是你会用参数的做法 就变你的程式就跟人家 与众不同 那你的功率当然就跟人家不一样了 那别人写的程式一看就懂 一看就看到密码 你的程式呢可能是要执行的时候才看得到密码 那你给他什么密码 他就是什么密 所以各位呢 回去 试试看 那我们今天 就到此告一段落 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下回预知详行 下回分解 我们下次见了 今天就 课程到此 告一段落 那各位要签退了 谢谢老师 好谢谢 谢谢 谢谢